关心人这位准新娘最近只在忙于筹备自己的婚事 今日 志爱的协自己的未婚夫一同携手在香港机场现身 准备搭乘早上十点的班机飞往巴厘岛举行婚礼 志爱的右手钟指上一颗醒目的巨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正面啊 正面 正面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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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是不是洗一袋啊 洗一袋 后宫洗一袋 怕手啊 哎呀 你走啊 不用 别走着 杰德坦言最近十分紧张 导致睡眠不良 心急办错事的他竟然在零装箱前才发现 装婚纱的盒子太大而无法放进箱中 不得不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对他进行包装 除了几件顽礼服之外 杰德也带了一些泳装过去 准备尽情享受巴厘岛的阳光沙滩 我的婚纱刚好两天前到了 所以我到了之后我就将这个box掉去 然后到我pack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婚纱很大 很大 然后就不能够放在我的皮包里面 然后我就要找一个box 然后pack大概有两个小时才可以将这个婚纱完整地将它放好 所以哇很辛苦耶 杰德透露这次在巴厘岛的婚礼现场 只邀请了哥哥蔡一智这唯一一位圈中艺人 稍后他们将在香港补办派对 广邀圈中的好友一同跳舞 因此届时出现在巴厘岛的只会是自己最亲近的亲戚和朋友 我只请了常网蔡一智 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嘛 然后其他的艺人我会在香港再举行一个就是party 就是跳舞的party啊 就是cocktail之类的 所以之后不会去巴厘 巴厘主要都是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亲戚朋友 谢谢大家